在老师的带领下 大人小孩一起参观幼儿园的各个角落 为了寻找适合孩子的学习环境 其多家长攜带孩子一起出席 吉打慈激幼儿园的新生家长说明会 以便可以深入了解慈激的教育理念 专注的聆听老师的讲解 慈激幼儿园以人文教育为办学方针 培养良好的品格应该从小开始 获得家长们的认同 好像尊敬长辈 学习自己照顾自己 基本的东西他要学习好 对小孩子的成长是有很大的帮助 我觉得这里的教学概念很适合我要的 就是让孩子自由去发挥想象 就是说不要以我们成人的角度来阻止 还是来限制小孩子的思想空间 培养出孩子好的态度 真的比那些学业成绩来得重要 因为大爱新闻 这一位家长找到了他理想中的学习环境 即使往后必须每天开车45分钟接送孩子 他也坚持替孩子暴读慈激幼儿园 并不知道说几打有慈激幼儿园 然后只到有一天就说上网 不如我上网找找看有什么资料 结果就看到了几打幼儿园的输国日 你们所举办的活动 然后你们如何教小孩子 这个很值得我去克服我所有的困难 然后送我孩子过来就读了 只要有心就不怕路遥远 未来还需要家长及老师互相配合 为孩子的全人教育一起努力 大爱新闻 尤金贝马来西亚击打采访报道